爱的形式千变万化 并以各种方式来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看看这种建筑吧 每扇窗叙述了一段故事 每一段皆是独一无二 今天爱会找上谁呢 我们一起来一窥就近吧 爱丽丝是个学生 她住在二楼的小套房 唯一的伴是她的猫小灰 她有时候出去散步 轻柔的跳出窗外 跳到一楼店家的遮雨空上 爱丽丝并不担心 她知道小灰会回来 她总是这样 她觉得她是去打猎或伸伸腿 有时候确实如此 但她的散步没有这么单纯 爱丽丝刚做好自己和猫的晚餐 坐下来念书前她看向窗外 小灰不见猫影 小灰离开的时候比平常久 她开始担心了 她沉思着在书桌前坐下 然后突然听到窗外有抓东西 以及轻柔的喵喵声 她再度看出去 看到小灰 但她并非孤身一毛 她嘴里叼着一只小猫 而她后面有只漂亮的小橘 叼着第二只 小灰看看爱丽丝 发出另一声闷闷的喵 爱丽丝忍不住笑了出来 开心的让毛毛一夹子进来 她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呢 看起来现在她有四只猫了 理查自己住在三楼公寓 她年岁一长 老到无法常常出门 所以她多数的时间都坐在窗边 看着下面繁忙的街道 她记得自己年轻充满活力的时候 现在她亲爱的老婆已经过世了 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搬出城里了 理查有时候觉得孤单 但她不建议 她这一生过得很好 而且子孙都健康快乐 让她觉得很开心 门铃神吓了她一跳 她今天没有预期会有客人啊 她慢慢拖着步伐到门边 从猫眼看出去是邮差 理查开门 邮差给了她一个小包裹 她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但还是签收了 关上门然后去客厅 她用刀开了包裹 看到里面有个木盒 理查马上就认出来了 这是她太太马莎给她的20周年纪念礼 一纸怀表 盖子里还有她的人像 她以为这个不见了 理查一战斗的双手打开盒子 看到了表 以及一封信 老爸我们又搬家了 我在其中一个箱子里找到这个 我觉得妈妈会希望你留着 别再搞丢了 好吗 爱你的哈利 查理把纸翻过来 然后笑了 她读着另一面 泪水滑下她的脸颊 PS我们三月的第一个礼拜过来 那是你的生日哦 小安过去几个礼拜紧张的要死 山姆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工作过 她最近在办公室待得很晚 而她自己一个人在他们四楼的公寓里 今天也不例外 她从山姆最喜欢的餐厅点了晚餐 可是已经凉了 而她只收到简讯 抱歉安安小老鼠今天又要晚了 小安希望她情人节会早点回来去枉然 现在试着看书却无法专注 所以她关灯上床 当小安守睡着 钥匙转动了锁 山姆进来了 她非常安静 把鞋子和外套都脱在门口 她踮脚走到小安床边坐下来 小心翼翼的抚摸她的头发 她醒来看着她 嘿 她忙忙的说 嘿你自己 山姆看起来愧疚的回答 小安觉得她不太对劲 她在床上坐起来细细端详 然后说 你要跟我分手对吧 山姆嘴开开的 一脸茫然 然后抱笑出声 小安很困惑 然后山姆从衬衫口袋拿出一样东西 给你的打开吧 她给了她一个小木盒 她打开盖子 眼睛睁大 这是你最近做这么多工作的原因吗 她问道 对 山姆回答 然后单膝跪下 安 霍华 维克斯 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发意语 小安投向她的怀抱中 强尼住在六楼其中一间比较小的公寓 跟她爸妈以及哥哥挤在一起 她和爱丽克斯从来就不合 她觉得是兄弟间的争斗 但他们一个星期前吵得很凶 强尼气到不小心弄坏自己的摄影机 强尼很爱这个东西 而且他们的爸妈也没有钱帮他们买个新的了 今天是强尼生日 而爱丽克斯不见人影 爸妈看起来也不高兴 他们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她甚至不接手机 她似乎关机了 强尼又起又阴沉 突然间门铃响了 妈妈冲去开门 但那只是吉姆和金伯利 强尼邀请来的这个小派对的朋友 到了晚上 大家围着桌子坐下 而爱丽克斯依旧不在 爸爸看着手表叹气 对强尼扎个眼 走去厨房 妈妈收到信号 把灯关掉 然后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了 就在爸爸捧着强尼的蛋糕走进客厅时 门蹦声一响 爸爸停下脚步 蛋糕还在手上 蜡烛也还在烧 红着脸 流着汗的爱丽克斯冲进客厅 大家都看着他 而他则盯着强尼 哎小弟 他说道 还在喘 看来我还不算迟到 拿去吧 生日快乐 强尼打开包裹 看到里面是摄影机 跟旧的那一台一样 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问句就要脱口了出来了 然后他看到爱丽克斯的口袋 没有鼓鼓的 便意识到 他为何没有接电话了 喉咙哽着 强尼说 来块蛋糕吧 大哥 丹尼坐在他八楼公寓的书桌前 他握着笔 盯着一张白纸 他发誓 2月14日到的时候 要写这封信 现在没有退路了 但天哪 这好难哦 他的手在发抖 他不知道要写什么 所以他起身 在房间里走动 他以为写下他的感受 会比当面告白容易 最好是 但是他现在若不做 永远不会做 所以丹尼咬着牙 开始写 写完 好 他起身 膝盖战斗着出去记性 但他回来时 信箱里有个信封 他拿出来 紧张的笑看 这个跟他刚寄出的那个好像 然后把它撕开 里面是张折起来的白纸 他读了内容 人画像地板 信箱说 嘿丹尼 不知道怎么问你 所以又写的 我觉得你很酷 找个时间一起出去吧 买亨利 丹尼笑了 松口气 也难以置信 原来他都白担心了 杰姆森先生看着他的表 差五分六点 他走向窗户 最后再检查一次小提琴 然后就要打烊了 他从架上拿起他最爱的那一把 坐在窗边开始演奏 在他印象之中 一直都是孤家寡人 从来没有人跟他分享对弦乐的热爱 而杰姆森先生不太在意 小提琴是他的人生和收入 他制作并演奏 而且每一把都有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故事 他称这一把为阿加沙 他很完美 他热爱他所发出的每个声响 也怀疑自己能否卖掉他 杰姆森先生演奏完一首 然后意识到他并非独自一个人了 有人就站在橱窗外 他看到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子 直直地盯着他 他看起来不面手 他摇摇头 起步走向门口要敲门 杰姆森先生开了门 这把琴好美 这个女生当成招呼在说 您有为他取名字吗 困惑着 杰姆森先生结巴着说 有 他 他叫阿加沙 您是 这位女子脸红了 哦 我很抱歉 我叫琳达肯恩 请原谅我的鲁莽 我可以握握看吗 怎么称呼您呢 杰姆森 蓝道 杰姆森 当然 请 请进 你要拉吗 他没有回答 肯恩小姐拿起小提琴 将脸颊靠上琴绳 将弓搭上弦 曲子很简单 杰姆森先生对这一首很熟 但他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在这当中 放了如此多的力道及感情 他静静地拿起另一把琴 拉起了和弦 等他们拉弯 拦到和琳达沉默地坐着 看着地板 然后他俩抬起眼神看着彼此 他们知道自己不再孤单了 爱的形式千变万化 每个人都会有 是他让全世界运转 而他也 终究会找到通往最寂寞的新的那条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